據報導,虎哥正在開發下一代Pixel系列手機產品 它們所知即是Pixel 7和Pixel 7 Pro機械手機 Pixel 7系列可能會在今年10月份首次亮相 並且現在相關的傳聞也越來越多 然而即將發布的Pixel 6i的相關信息也出現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盤點一下它們會有哪些改變 儘管Pixel 7 Pro預計將再次配備6.7英寸屏幕 但基本型號的顯示屏尺寸似乎確實比去年略小了 Google Pixel 7將配備6.3英寸的OLED顯示屏 而不是6.4英寸的屏幕 雖然屏幕尺寸有所縮小 但是整體的外觀設計並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依然會雙色胃殼和獨特的相機設計 預計Pixel 7的屏幕邊緣將比前代產品略小 此外背部的掃頭系統也將進一步完善 黑色相機區域將繼續使用 並與框架融為一體 這實際上將是與Pixel 6的主設計差異 除了可用的顏色之外 Google將再次選擇玻璃背板和金屬框架 新的Pixel手機將採用平面顯示屏 就像它的上一代一樣 據推測它將有一個1080P加分辨率 和120Hz的傳行率 這將是對目前90Hz屏幕的一種改進 此外將再次使用位於中心位置的打孔自拍相機 所有的物理按鈕將被放置在設備的右側 電源鍵位於音量鍵上方 就如我們已經習慣的Google手機一樣 底部提供了一個USB Type-C連接的空間 以及一個揚聲器和一個麥克風 但是這款手機不會擁有3.5mm耳機插孔 Pixel 6系列是採用Google自研芯片的第一款智能手機 它採用了內部開發的Tensor芯片 具有先進的機器學習技術 預計Pixel 7系列將配備第二代 Panzer芯片組 它似乎還配備了三星的Exynos調製解調器5300 據推測,Google將繼續提供相同的內存配置 就如去年發布的那樣 Pixel 6起步具有8加128GB的存儲作為標準 而Pixel 6 Pro為12加128GB起步 關於它們相機的參數細節 目前所知的具體信息還很少 但它的外觀基本延續了上一代的設計方案 背部是長條形橫向排列的後置模組 值得注意的是Pixel 7 Pro背部的後色K孔 一眼看上去十分眼熟 與最近網絡上流傳的iPhone 14 Pro漩液圖上的K孔 有些神式都是採用了感嘆號的設計 左邊是一個長條形,右邊是一個圓形K孔 而Pixel 7 Pro的右側圓形K孔中 還配備了一顆潛望式長久鏡頭 這在如今的安卓旗艦上已經非常稀缺 其能帶來更好的原色表現 與上一代相比 Pixel 7系列很有可能將使用相同的傳感器 在這種情況下,Pixel 7將在背面配備雙攝像頭 一個5千萬像素的主攝像頭 和一個一切耳邊像素的超廣角攝像頭 然而,有傳言說 超廣角相機將被更新為5千萬像素傳感器 Pro型號將配備長久鏡頭 可能是有一定的增強 此外,Google Pixel 7系列將會出廠宇宙安卓13系統 這也將是頁鍵首款 預裝安卓13操作系統的旗艦手機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除此之外,要更新的Pixel 6i也即將到來 現在它的關鍵信息也已經被洩露 從曝光圖片來看 Pixel 6i的設計和更高檔的Pixel 6相似 包括圖片顯示,該機背面會配備有雙攝像頭 和此前曝光內容基本相符 在配置方面 傳聞Pixel 6i選用了支持90Hz的 高刷新率的6.2英寸OLED屏 支持屏下指紋識別 設備核心是5個Tensor定製芯片組 充足方面為6加128GB的充足組合起步 配置方面,鞋設為打孔單攝 構成為1200萬像素雙手頭 主設為索尼的AMX363 副設為AMX355超廣距鏡頭 電池容量為4500mAh 支持20W多的有限快充 且預裝安卓12操作系統 至於它們的發布時間 報導稱,Google很可能在今年5月的 L2022大會上發布Pixel 6 並於7月28日正式上市 作為Pixel 5i的接任者 Pixel 6i的定位 將去年10月份的Pixel 6系列更加實惠 至於全新一代的Pixel 7和7 Pro智能手機 預計會在10月份 隨Pixel Watch智能手錶一同到來 此前已經有分享過Pixel 6i的5K高清測染圖 讓我們對這款性價比設備 有了初步的預期 Google Pixel 7採用了更精緻的設計 Google Pixel 6i配置上預計會提供 黑色、白色、綠色等配色選擇 至於Pixel Watch這款智能手錶 該手錶的信息還不是很多 Pixel 7 Pixel 7 squared